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常说观其友而知其人 王一博很优秀 他结交的朋友一定也不会差 王一博用实力圈粉 他从不说爱粉丝 但他说给粉丝最好的回馈 就是让自己成为粉丝的骄傲 他做到了 我们因王一博而骄傲 王一博收割了各个年龄层的粉丝 从五、六岁的小孩到五、六十岁的阿姨奶奶粉 尤其阿姨粉和奶奶粉们 从来不关注娱乐圈 半辈子不追星 让一博成功拿捏了 之所以喜欢他 是因为他的实力和品行 而且是越了解越喜欢的那种忠实粉丝 喜欢他在舞台上的那种青春热恋 自信张扬 诠释了什么是鲜活精彩的人生 这 就是街舞第五季总决赛 很多人感叹 王一博的粉丝太强大 不仅粉丝对一博狂热 就连大师团舞者和新生代强者 还有少儿舞者都正着与一博合影留念 步步跟王一博之间的互动也让人感到惊叹 王一博和步步的友情从街舞开始 是良师更是义友 王一博有多喜欢步步 看表情就知道 看步步Battle时助力的方式 像极了追星粉丝的我们 看到步步就各种比心 比666 甚至粉丝送给步步一个别样的名字咖啡 如今升级为腰飞 要说能给步步媲美的如今就是这期的女神舞者 KYOKA KYOKA是一名Hip Hop舞者 王一博喜欢她大开大合的大框架的街舞风格 她跳舞具有创新性 动感十足 力量与柔美的结合体 真的好看还舒服 又帅又干净 让人忍不住跟着手舞足蹈 王一博更是不吝啬这种欣赏的机会和赞美 对她的表现称赞不已 步步提及KYOKA时 也称赞KYOKA很厉害 虽然法国选手Zico在Battle环节胜出齋得桂冠 但作为女舞者的Kiyoka也算是赢了 王一博看到Kiyoka有些沮丧 也是投去了关怀和鼓励的眼神 友谊如同一谈陈年的老九 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经历着成长 给予朋友最中肯的建议 彼此欣赏 共同进步 有人说观其有而知其人 只需看一个人结交哪一类朋友 就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一博很优秀 他结交的朋友一定也不会差 更重要的是 从他身上每个人都能获益良多 王一博纯粹的舞蹈一经播出 就有很多人在翻跳他的舞蹈 这就是赢得了公众的认可 就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王一博纯粹的活力少年 不知疲倦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 做有意义的事 让刘亮配得上正能量 这是让人喜欢他的理由 喜欢这样的他就为他点赞吧 因为他值得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